不知你可否愿意帮我 好 我帮你 霓裳 此话当真 那就多谢霓裳姑娘了 叶蓉的后半辈子 就压在姑娘这儿了 我不同意 你怎么能答应她呢 舅妈 那叶蓉也是个可怜人 她想搏一搏自己的前程也没有错 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她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给这种人做一伤 这名声还要不要了 舅妈 咱们既开店 无论是达官贵人 饭腹走卒 还是良家妇孺 再又是封臣女子 都是我们的客人 舅妈 您就让我试一试吗 因为那叶蓉姑娘 是目前唯一一个 来咱们店里 没有拿着画好的图样 让我们来招猫画虎的客人 她给了我们新的机会 我也不想错过 舅妈 你就让霓裳试一试吧 说不定以后 我们就不用再仿制了 舅妈 其实袁湘说得对 你就让霓裳试试吧 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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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要是你们试 试试试试 试人 舅妈 希望今日我能有好运气 采到一些艳丽的花 回去做燃料 舅妈 舅妈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苏公子怎么在这儿 你这人怎么这么猛壮 一个姑娘家 孤身一人来到这种地方 要是出了事该如何是好 这几天我一直跟着你 至于理由呢 你也会猜到的吧 咱俩之间的陈年旧账 要是不算清楚 我是不会罢休的 我没什么账跟公子算的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你还有应酬 妮儿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公子请自重 小女霓裳 公子真的认错人了 好好好 霓裳就霓裳 以后啊 你叫我文语便是 飞燕草 姐姐果然没说错 太危险了 我来帮你擦 苏公子 没事 小心点 没事 干嘛 妙儿的花 谢谢你 苏公子你从小被仆人包围着长大 这种粗糊不适合你 那这样的事情 就适合你一个若女子去做吗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手艺人 凡事都得亲力亲为 不会的事也得学着做 你 你先下来吧 等一下 你慢点 你的话 没事吧 你的话 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看看 不用 没事 你别动 真不用 你别动 你别动 我看看 不要 我知道你的身份不能被人知晓 你放心 我会永远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谢谢你 霓裳姑娘 我帮你是因为你刚才也帮了我 而且你也是因为帮我采花才受的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